我 等一下 顧客都上门了 怎么没洗肠呢 哦 干嘛 别害怕 快 我直接往后 我就这个样子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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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喽哈喽哈喽 哦 好香啊 这是我们第一位顧客 欢迎欢迎 大家都还没有醒 我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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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几点了 现在几点了 7点半了吧 2点半了 这个店10点开门10点半 其实我9点都在门口了 天啊 然后我就想要等到10点 因为我来走 然后我就去上厕所 然后回来之后发现 你夜时间改成12点 没有 因为他们平时工作是基本上没有生意 所以你如果不按摩 你他们不会开 还好你按摩 好吧 好 欢迎来到我们全一单元 彩虹手工坊 那杨阳呢 是我们第一期的主角 她在这个工作室呢 主要是负责外联部的工作 对 她本来是这样子 就是她看我们有拍那种同居什么情况 本来是说 可以提供场所来住宿啊什么 对 那我想说刚好你不做手工 那不如就直接让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店几天看看 对对对 然后就一拍即合 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就整个很很顺利 然后我们就 熊姐就马上就过来了 这个拍摄的方式也是我临时想的嘛 因为本来你们是五个人嘛 嗯 刚好就是我来之前就私逼 刚好我来现在私逼 刚好就只剩四个合伙的人了 我想哎 刚好我们录四天了就一人一天 嗯 那今天就是以杨阳为主视觉 来记录她一天的工作啊 还有她的一些故事 嗯 就欢迎大家以我的视觉 然后来体验我们这种手工坊的一天 嗯 然后就是 那个顾客在下面等很久能跟你去嘛 哈哈哈 就接客去了 接客去 好 我们今天做手工 做饮品 哈哈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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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一个送给我妈妈 做一个送给你妈妈 对 我最近有点伤害有的 嗯 就是情绪上不太好 然后可能就跟她爸一起进去 你今天跟你妈妈一起做 哦 我跟我妈妈一起做 我在做两个 你有怎么样你妈妈 凶他 呃 他可能看我不吃饭啊 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蛮难过的 你通过伤害自己伤害他 对 哦 前提到是这个小哥子 你失恋了 哈哈哈 然后 然后就要试美她 对方 可能就把你 那一方删掉之后 一句话都不讲 多久了 在一起多久 嗯 没多久了 一个多月 刚才很丢人 没有什么丢人 我觉得 只能碰到说碰到这种 嗯 逃避事情的人 对 他就说他的 他说 他在逃避 嗯 他就不想当面解决 嗯 不过也还好 做一个作业 是 那我觉得我觉得 但是很像 但是很像全世界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是觉得 就做什么的感觉很不对 我那些 我那些在 在家那边 晚上坐地铁啊干嘛 或者吃个东西 都感觉好像少了分 分享的人 然后就 做什么感觉少点什么 都没有点意思 不过有一个点的 因为初恋 哦 那那理解 那我很理解 那我很理解 很初恋 诶别放配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人生还长 弟弟多多大了 就八年 还长呢 很长呢 我们现在要去拿 午饭 是的 我们要去午饭 还在忙 他们是对夫妻 然后之前 他们是在 他们是贵州人 然后之前是对夫妻 他们现在生小孩以后 就是他一直在家里面 然后觉得自己 嗯 就是有点 异谋 应该可以这么说 嗯 生小孩 还是婚后觉得 还是生小孩有点异谋 生小孩还有点异谋 因为在家里面待嘛 然后还没有工作 然后后来就是想有自己的事情 他就后来 他觉得自己喜欢做饭 然后他就跟他哥哥在这边 一直在这边工作 做陶育培训 所以他就 说那你就一起过来 然后你就过来开了这样的店 其实他也是第一次创业 那他老婆就不下来这边了 对 他们俩都一起来了 然后现在就很充实 他就每天都很累 但他每天都很充实 其实这个姐姐是 婚后做家庭主妇做的也一模 对 没错 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就带小孩 这么忙 嗯 他想给你拍摄的 爸爸 我再熬两个菜 好 这是我们的菜 还没完 还没完 这是我们的菜 你们怕狗吗 我不怕 闻到吃就来了 宝宝 哎呀他怎么这么大 他是秋田吧 对他是秋田 宝宝 亲亲宝宝 你就给我 我坐哪 我坐这边吃 来了一个超可爱的地 对 来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好 这么大招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什么之类的 我叫李亚俊 然后是景德镇本地人 我现在武汉堂大学 哦 大级了 大四 大四 他是刚好朋友来景德镇旅游 对不对 大四 大四 不喝什么 可以啊 对啊 景德镇这些没什么兴趣 从小就老大玩一点 真实在大学 要不要来玩一点什么消音大学 骂弟弟啊 有什么类型 有什么类型 弟弟看看嘛 有没有想 有什么喜欢的 我们做手工 今天送甜品送饮料 哈哈哈哈 这种 对象 也比较简直吧 但是这种 弟弟想不想做 说真的 想不想做 想做 哎 哈哈 今天这个先生赚定了 是不是 这个的话 他跟戒指的计法是一样的 他做还是摆开一遍 他做还是摆开一遍 哦 感觉你去看看 你没有 感觉你也不喜欢 你做的 没选就算了 哦 我做这个山子 哦 就做这个月了 可以 谢谢老师 要喝水 可以放倒水喝 不用客气 有没有要 啊 弟弟给他喝的 对 你给他喝的 这个都送了 就没事就好 没事嘛 冰的嘛 好 好 夫妻废片 哦不是夫妻 夫妻咖啡店 哈哈哈 然后就不会打杂 大家上课还是打杂 是的 我就给 端茶倒水 端茶倒水 然后给情绪价值 录播每个人就说 哇做的好好啊 哈哈哈 那你真的是夸奖啊 出自内心的 我没有那么虚伟 哈哈哈 天哪好享受 上课还有那种 专人送饮品 这是我的是吧 对对对 小伙伴 嗯 你的妈妈在哪 哈哈 像妈妈 像那种赌场的服务员 像那种赌场的服务员 就是还要偷偷偷偷 偷窥一下 像那种赌场的服务员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好像搞少女 诶 那个弟弟的他们坐哪 站在坐 这就是潮 山里面潮 我就不觉得 用老人住 我会感觉有一点点尴尬 就是感觉在 就是一方面是希望 怎么说 也不想粉丝来这边花太多钱 嗯 一方面也不想你回钱 啊那没关系 诶就是今天是因为他们是 就是通过这频道来的嘛 看平时如果别人来 你们会半点的会包饭吗 不包 肯定不包饭 我总会包饭 所以今天我就有点想 扑着大家消费的感觉 但是吃饭也差很多钱了 哎呀 好 我本来带你吃饭 我有多了解 蹭女的 大家是蹭大熊的 对啊蹭你的 你的人情 你全部还我 哈哈哈 我全部算你头上了 对 然后其实 我觉得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 因为现在很多来 我接触了很多的顾客 他们挑一个瓷器 他看的其实是瑕疵 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怎么看 我们看一个人 应该看到一个优点 就是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是有优点跟缺点的 那瓷器器物也一样 器物一定有它的闪光点 但同时也有它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瑕疵 那如果它就是如是机器的 添花的 然后添花器要叮一烧的这种瓷器 即使它完美无瑕 但可能也就只卖三块钱 那即使是一个那个松木柴的 手工绘画的 然后圆框又水的这样的 即使它稍微有一点圆框的一个矿点 它也要可能要 卖到一个一两千 也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你不应该去盯着它的一个缺点去看 你应该盯着它的闪光点 就是优点去看 包括我们看人家的 如果我们都看每个人的缺点 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不 完美 对对对 对我觉得就是 你就是那个周笔唱 我不屑完美 哈哈哈哈 这是噁令 你没问题 噁令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现在景德镇虽然有点很 就是野蛮生长吧 就有些乱象 那是女生的 也会乱象重生 就是有一些乱说废乱什么 我是觉得肯定是有的 我觉得 我其实看不上这些 但是我觉得没办法是个发展阶段 但它因为这个陶瓷培训什么这些 让大多人能体验到 你像我之前学过 学了一个月 所以我就大概懂 为什么手足卖的贵了 对对对 就理解了 因为它就不理解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靠 这北上广的就是物价 你知道吗 一个杯子可能 至少就两三百几步 对对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哇 哇 是一个月亮的形状 这个山颜色选得很好 还没冷下来 这个山颜色好好看 好漂亮 好看很厚 有很中国的一个 现在他要带一些甜品去拜访邻居 感觉像美剧有没有 这盘子太舒适了 哇好香 这里面啊 吃一个丑一点的 我可以拿几个送他 好可爱 这是那个logo的饼干 是不是 这是我们logo的 这个还没包装 这么大的盘子 然后又放三块 这里面 真的好精致 走走走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蛋糕 还有一个蛋糕 这个也拿盘子 拿一勺没有用的 拿包 那你要帮我拿个勺 拿小盘子 那应该有勺了 那应该有勺了 那应该有勺 慢点慢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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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了在景德镇 只要不到淘死大堆朋友 哈哈哈 真的 这个品牌 哇 这个 我应该自己进去 应该要这么看 啊 我直接进来 好好看 哇 那你拍一下 毫米 他们家 里面更不漂亮 嗯 不用出来 从日博主来这边 一天可以出800张片 哈哈哈 看上帮 来来 我又 现在焚香沐浴才敢进来 哈哈哈 你看 洗漱一下 哎 二人来了 张姐在里面 这真的不用拖鞋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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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拖鞋 好干净 嗯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东西 有些是大器的东西 有一些是 茶 茶器 他们主要是做茶器的 包括小炉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好厉害 哇 这个景望出去好漂亮 嗯 他们的院子 好厉害 哦 好厉害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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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拜访了 我当然是 带了太主来了 这个 带了饼干 男人家上空一样 你们把那个 给我的饼干 我这盘都有带过来了 来来来 我叫他还准备 哇 然后他们主要是做茶器的 我刚给你看了 还有一些大器的东西 嗯 你每天学生就乱业了是吗 对 我们在桃园毕业 我们是老景飘 大姐飘15年 大姐飞机就在这里了 是的 他们有美好爱情故事 下来拍下一期 哈哈 你们两个是一队 我们两个是一队 在你多久了 十几年了 结婚了吧 嗯 12年 男一年 哈哈 哈哈 好 男一年 吃了 你拿出来 来 坐在里面 在他一起出外吃吧 真的很难 我说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好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但是晚上表示表示吧 我晚上真的要帮大家口两天 坐坐坐 大哥不必 哈哈 小泽又回归了 来来来 哈喽哈喽 哈喽周深 哈哈 哈哈 哈喽哈喽 干嘛母女相悦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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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 我跟周深见面了 你好你好 你好周深 东东你好 今天准备给你安排节目啊 唱大鱼 真的吗 哈哈 我们先去拜访邻居 对拜访一下 刚才 不是那个小路 然后不愿意进来 好厉害 好像自己做的 对 对 我刚刚给他们嘚瑟我的箱 然后就断了 然后在飞机上被摔断了 对 他刚刚去北京学了那个现箱 他本来也是 这个我不专业 他本来就是 呃 这方面的一个 有技术的 然后他就去进修了 人家可以这么做 对 你这么说 对 做现箱 对 这是我第一个 好的 好的 那体验完我们原样的一天 我有些感受和一些问题想跟你说 好 我今天来的很晚了 但是我就 我刚来的时候 就是你和我说 你谈了九年 然后我当时在路上 我就想说 谈了九年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也没谈过 然后 但是我今天 他们俩就坐在我旁边 我觉得很美好 因为我之前真的遇到过一些情侣 就是 我感觉会在公共场合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俩是情侣的那种 你能懂我意思 就是 无时无刻都是彰显 你们两个是一体的 但你们两个没有那种感觉 但是你们两个更好的是那种 就是 你们两个没有在 特别的展现你们两个人 但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就是 很融洽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 没有很刻意的修正爱 当然你能感受到正爱 对 很美好的那种 就是 太美好了 我觉得 那这么美好的话 我们通话一下 上前 上前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 上前后的问题 我们还考虑过 我们两个就是 半水你看我嘴巴这么碎 就是有时候我会 说说两句什么 我们老半水很正常 我朋友什么 都会觉得我 有时候觉得说 很刻薄什么的 反正欺负他了是不是 这两个生活方式 就是 都不会当回事 然后一个大吵 几乎 几乎没有什么大吵 我都不记得了 那小吵其实也挺多的 小吵挺多 就上一次小吵是为什么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生活上的所事 比如说他 那个有个东西明明很明显 很容易做 然后他不会做 然后我就会 就是 预期会有一点点 那个带刺 但是 就对事不对人 反正就是过了 过了这个事 然后 如果有时看到我们俩吵架 你可能就当下会觉得 哇靠 火药会蛮重 火药会蛮重 你觉得感觉我那个脸色变得很难 你看 但是你会发现 好像可能过了20分钟 就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 他们彼此都知道 我是爱你这个人的 这个 我完全没有怀疑 所以就能做到完全的对事不对人 因为不会有任何觉得 就是这朝鱼是你 但是你知道 你不是嫌弃我 你不是嫌弃我 我不是嫌弃我真的吗 你只是单纯 因为这个之前还发火 不是我真的发火 因为彼此 这个互通信通得很好 所以不会有隔夜的这种东西 对对对 就是 就是发火灯的理解是当下的情绪 或者这个事情没做好 所以很多情侣 她吵架的时候 或者是太矛盾 是因为那个点是怀疑 感觉你 不是你凶我 或者你这些事做 感觉你不爱我 对对对 因为你不怀疑被爱这些事 对对对 他们俩都很确定会想是爱的 所以不会有隔夜的 就这个 这个事情我们也问不问 对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这个事情 两个人很坚定的确认对方爱你 对 所以小事情也没怎么好 对一些小事情 然后之前很多 我粉丝就会说 让我们演一点那种情景剧 或者说一些高甜的东西 其实我们俩讨论过 一个是太 就是 我说实话可能很多人 他们是热恋气或什么 我觉得他们可以去去去 不管是有剧脚本还好 还是说就是真的就是 天天就是在屏幕面前 就是很强的情感 很强对 我觉得我们俩做不了 因为我们俩就是 就是我身边朋友也跟你说一样的话 就觉得我们俩看上去 包括邻居你知道 这些我家常喝酒 他们都喝茶 他们都发现不了我们俩 他们俩 我不会一直过来说 我是怎么样 跟朋友也不会 就是我天天黏着你啊 抱着你 我跟他不会 他们俩好像就是 你知道他们俩是情侣的时候 你就能观察到一些小细节 对 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 可能也没有觉得 对 我们真的就是感情容易生活了 就是你在生活可以看到 我们俩是很依赖彼此的 就是 能感觉到我们俩子 就是在生活中是那种小的 可能一些小子也都会觉得 还挺美好 挺温馨的 我们不会有这种 这是弗洛依德说的完美爱情 是 那也不至于的 没有到完美了 就是 几个要素 它是都是相合的 你实际上没有完美的事情 就 他们既是有情式的爱情 也是 也是宁爱式的爱情 我觉得都越亲情了 而且我们俩都想的是明天到结婚了 我今天想的是怎么去哪结婚 我不可能想着分手 这种事情 所以更完全就是很简单 换明天要换换女友 去哪 他们现在不是办不办的 我表现是说 看钱中赚了钱 就是赚的钱越多 就办得越大 我就越 如果 我都 而且这个话我已经放出去 我就是要逼自己 我说逼自己今天努力 所以我说如果 比如说我赚了比较多 我可能就去欧美国家 就请朋友他们去来回 包来回机票 就其实是个见证祝福 如果说就赚一点点 就是中等还好 可能是泰国这种国家 就比较认可的 因为负担起 如果实在就是一般般 就赚不到什么 都比较紧德证 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紧德证很多山 我觉得你这院里的白吉州 都还小 我可能去山里 或需要很好的环境 我也跟朋友都聊好了 就是他们一些摄影的 包括我还想 给阿伟拍一套写真 什么的 我也可以给你们看上 十周年的时候 就在十周年的时候结婚 是十周年那天吗 对 我也想来给你拍吧 米非不要起来 太棒了 记录一下 好啊都可以 都来玩 我就多欢迎 都欢迎过来玩 大家见证一下吧 对 就是这样 就有个形式 而且我觉得就是 肯定法律上也没什么保障了 没有保障 然后但是我觉得 就是十年吧 一个人的人生就这么长 可能就是六七七十八十 就算对吧 我就花十年能陪一个人 就是很难 我觉得该有一个 就是一次性的东西 然后就是我说回我们那个被网报 就拍到那个情侣 对 然后开始大家平时就祝福祝福 很好 就是美好爱情的样子 我都很开心 而且我还给你们这带流量 我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的确很舒服 没有什么商业化 然后结果开始就变 变风向 突然开始有好多四五线 大部分就是四五线 我看了 开始说我们是变态 说我们会传染疾病 说我们会呆化下一代 说我们为什么这种内容 可以发出来 说我们就应该去死 甚至还有人私心骂我 然后当时我其实很阴谋 第一次 而且当时我觉得我很难受的点 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不良的 或者说消极的东西 我是给大家展示的很开心 你还是抱着开心的心情去分享 结果会想到生产反馈 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那结果为什么大家会这样 就因为两个正常的人 我们kiss了 然后就说这种一群人的辱骂 或者这种 就是你这个阴谋 有一点就是不理解 有点失望 但这个世界失望了 越来越对人心越失望 这个时候我都还好 我只能理解他们文化数是不高 我当时有点生气 但是你知道 当时我也很感兴 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个很幸运 我当时抱着可训班 就是学陶一的班 40个人 所有人知道这个 看着我好阴谋 因为我在上诱 我坐在那里 就是突然不想做事了 因为我就是男人很强的 有一天天那么晚 他才发现我很当 一看就看我很当 过来问我 就跟他们说了 他马上所有人上号 帮我去回击 整个40个人的人 好开人 真的那时候真的巨感人 大家知道 所有人都去上小红书都好 好多人都不登录 我当时在忙着上诱 我都没有去帮他 嗯 没关系 你肯定你嘴巴里 也骂不出什么脏话 你攻击力很低 然后在他说 嗯嗯 你请你不要这样说了 哈哈哈哈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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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你你你你你好过分 哈哈哈 你不要太过分了 哈哈哈 你你你你 你怎么这样说啊 哈哈哈 你没有什么双叉力的 哈哈哈 然后就是 然后所有人都想好 好多人都好久没登录 甚至还有当场注册 然后就帮我去回击 每个评论就帮我去回击 我当时很感动 我突然就心情就好很多了 嗯嗯 我就说哎呀还是有一群这样的 我就够了 就是我跟你说的 对对对对 不用管那么多人 你没有办法控制所有的一个人 这个明星或者这些很优秀的人啊 他还是会有一些 问那么多人罵的 对啊我就没办法控制别人 只能做好自己 然后或者是珍惜那些拥护你 或者是全面的人 对我就够了 但是后来还是有 就让我相当我的点 就是有人投诉 有人举报了 就通过就平台通过 但是其实到平台这种程度 我就觉得很可悲 就是已经不是 就是已经不是低素质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就是在更高的 对 我当时觉得有被社会排挤的那种感觉 嗯 他都让我被封禁了一年 被封了一年 小红书吗 就有那个帖子吗 也不是 陆陆续续的 因为小红书他后台是 慢慢慢慢的给扣分的 对我们一直都是蒲公英 都不是健康 一直属于就是普通 嗯 因为就是不是主权力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没错 所以但是觉得 也没有说直接把你抓钱做了 但是不鼓励哦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发想到里头很惨了 今天两个叫我 BLACK 动不动就是被违规 就不明其妙违规 什么都没有 就每天分享我们的予点 而且你也知道 我们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那Kiss已经真的是我们 所有视频的第一次 才一时Kiss 最大的试图 我们其实从而又又不如什么 我们也是一起做饭在广州 就很简单 established 就是这样的生活 然后装修 然后我们自己一起每天早上生活 然后去朋友家去玩 可能就探电 大约是这样的生活 就这样子会被陷流 都不懂 所以说违规 嗯,就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看,就是停在平台看,或者在有些人看,是两个同性恋的生活,但是在我们看,就是两个人的生活,就是两个人的生活,就是两个人的生活,对,对,我又没看到,但是,上次给你打了同性恋的标签,嗯,对,所以就,嗯,给你打了怪物的标签,猫死了,但是后来我也想同,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被封了一年,这时候来就很阴谋,你下次,你下次,你下次, 我下次想说,生疏的时候,你还不可以加图吗,加太好用的这个图吗,我们不是怪物,哈哈哈,对哦,我还真生疏,我每个都失败,我生疏,就是,前面半年,可能每个月我就会尝试,我后来就放弃了,后来就放弃了,后来就放弃了,因为你知道,每个人他们主角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平台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就是没用了,很感受,所以我就觉得,哎,这种东西怎么说呢,虽然你觉得不满,但是你也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就过好第一声,我后来我想同,就是,我当时,因为那个好奇是我和, 阿伟,我们,就是特别是我,那个好奇的,我花了四五个月,那时候刚我每天把它剪视频,剪到四点多钟,三点钟,阿伟知道,我们那时候把它做起来的,我就花了四五个月吧,把它做到四万多分,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我每天都很有动力,我每天拍得看,然后觉得虽然也很累,但觉得虽然我自己屏幕,因为我刚自知,还动力很满的,然后后来,然后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结果后来就知道,其实我那段时间很阴谋, 我对她发过脾气,因为相当于,有点她的原因,因为她改了个简介,有点引流,然后,所以我是扣的最后一分,对,但是最后那根稻草,哦,是那平台,平台不算你直接,所以我有怪她,这个我从前,我跟她吵过架,那时候搞的嗨也,压力很大,她觉得很对不起,我原本是我的心血嘛,然后,但是后面后面,慢慢慢慢,我自己就发了, 这个事情,她不改的,现在,你再发一个视频还是一样,就是这种结果是一样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会觉得再怎么样,就算我不说四万,我就四十万四百万,都没有一个人重要,都没有我的伴侣重要,我就这么觉得,就是多人都没有,结婚啦,真的没有差足的空间吗,结婚啦,好痒啊,你觉得代表重座,或者代表就这样,我就,对吧,就没法考虑,其实你本的意义,就是因为我爱你,我想展示我们会怎么样,我想进入,不要,不要,这本末倒置了,倒是因为这个,这个账号,反而我, 我怎么样,骂你,或怎么样,对,不要本末倒置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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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就认清,我但是有点羡慕其中,我是承认我一个人,因为你倒是有情绪的,就是,而且你觉得辛苦苦做的,而且甚至,而且我可能刚接触自媒体,能做起来,然后觉得我自己,能挣过的能力,然后,得到一些粉丝的一些正常反馈,所以,我是很整体的东西,就一下一天没了,搞没了,然后我就,的确是很不开心,我就可能有点把七十二十在她身上,这个我承认,那后面慢慢,我就自己调解她了,她其实压力很大,她也,她也不是说,她就是甩赖,她自己, 我也看她,她这时候很痛苦,她,她觉得,真心的觉得,很道歉,就是吧,有皮下贵吗,没有,她也很努力每天继续,就是,即便被限制,我们所有笔记全部掉落,就收不到这个人,只能在用户收到我,所有笔记,一屏都收不到,但她还在努力更新,还在每天节视频更新,还需要能把它做好,而且还想办法拿去,对,她进入各种群去问,甚至打电话,打到了某书的这种官方人工去问,都没有用,所以后来我觉得, 所有笔记啊,真的没有缝隙吗,这个床,再多睡一个人,也不是不行,哈哈哈,可以今晚全部说什么样的,我们都不,我们都不担心,就这种情况,啊,就睡上面你也不担心啊,不担心啊,那我们一起睡了,他们就睡了,晚上五分睡了,一点漏漏,哈哈哈,就是说了,可能会有点矫情,但是每次说,我会,我也会想,不动我们然后讨论生死问题,我们都希望对方比我们,就是比自己先死, 第一首张慧妹的身后,我们每次都这样说,无法想象没有她的世界,啊,对,我觉得那样,只留一个人的话,就会很痛苦,嗯,要处理她的后事,我们已经聊过很深入了,答应我,你先走,聊过好多次了,什么哥,身后啊,拿得进去讲呢,就是讲这个事情呢,就是相爱的人,他想,希望对方先走,因为剩下的双痛,想自己承担, 有没有很快,好像听你主流音乐,不要听你姐姐,不叫我姐姐,哈哈,不要再讲了,我们都不探讨,反正这些都已经探讨完,我们也,这九年,有时候晚上突然睡不着,我们会讨论到四五点钟,都会讲,然后讲我们俩自己热泪盈眶,然后会这样,就是两个都哭,抱得起哭,嘴巴不要死,你们宝宝你也不要死,哈哈哈,那我现在,从你们,就是你们, 有影响到我很多,因为我之前就是,就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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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想的感情,就是你们两个这样的,所以,所以我一直就是,单身了很多年,哎,哎,哎,但我真的很算别人都会遇到,但是我说实话,真是蛮难的,我就知道很难,因为我在之前,我们两个也不是初恋,我之前碰到好多,我谈不了,我,对,对我来说一年,我以前是这样子,一年觉得好长,好长,怎么谈了那么久,我就都谈了两个三个月,就是碰到这个,我就没有中度过度,比如说我突然谈了一个一两年的,没有,全面谈多, 这两个三个月,我就自认为我蛮花心的,我说实话,这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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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因为我水瓶座,我真的非常花心,我的水瓶座,我水瓶座,但是,但是他以后就是不会,就是从来,就九年一下就一下就过去了,好快,好快,你当时会有那么感觉,我昨天觉得很神奇,会有一些,会有一些瞬间,会有一些,很,电影感人的话,就是他吧,我自己就是他,哈哈哈,对,你说中途,有没有说,比如七年之降,或者说有其他诱惑,有,真的有,但是你从中途, 你从来不会怀疑,我,我,我跟他说了,会经历这个,那你说,我跟他说了,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人,就是我年少的时候很喜欢一个人,那时候会很有这个滤镜的,你知道吗,这人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滤镜的,啊,然后,他后来突然主动反追我,我之前就像我追了很久没追到一个人,哦,我身体还被停过,没错,没错,没错,可以这么说,突然倒追我,而且,我都乖乖,而且他跟我说,你看,我就在我家楼下,我只要下,那时候我们暑下,你只要下,你就坐了,我只要下楼,我就可以,看到他,还坐了,来, 就真的就是下个楼的事情,就是,那这么讲,那就下楼就坐了,我忍,我没有去,嗯,那真的,我觉得换楼兽以前,我一定会去,我没有去,而且我回来,他在楼下,你自己发说要约了,是吗,他已经开我九点等我了,就在楼下九点,你当时知道有什么,我后面才说,我跟他说,哦,就是,当时你也没,他还去谈心啊,不,不,不,我说得很明确,我就,眼里话里,我又不是看不懂,就痒啊,就是可以,就是,对面也有,就是,我们俩可以,就是在一起, 然后我就没有,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那时候好像也有两年还是几年,我觉得很不容易,而且,我会考虑他,跟我在生活的,对这段感情的付出,我觉得,我绝对不能做这种事情,感觉你就是一笔鸭房下午,然后那边有个禁锅,看你要不要吃,嗯,我真的有接受过诱惑的,对,这种感觉,嗯,那时候真的,其实说实话,那时候对我诱惑最大的,那时候,因为确实是我白玉光,然后当然你今天就是,收获了这个果实,就是没有吃了之后,然后,嗯,我现在就,嗯,现在这个果实是你们俩, 因为,我们俩的这个,很美好的,嗯,而且我们两个是,从在一起以后,从来没有下过任何的软件,就是,嗯,为什么很多人歌颂爱情,或者觉得爱情是个奢侈品,因为它是反人类,它是反人性的,对,人性的,爱是反人性的,性才是顺应人性的,嗯,就是为什么爱难得,伟大,就是因为,你要,为了这些东西,对,你要克制自己,它爱是克制,性才是放纵,所以它才难得,就一个人,你为了另一个人,你克制自己的天性, 克制压一体的东西,然后去,嗯,为了,不管是责任也好,还是说,我也守护出来的感情也好,所以它是太难得,我是这么学的,所以它,它反人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很,很懒的人,就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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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也不行,我,这个也不行,但是我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挺成功的,我做到了,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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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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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谢观看